本集由重文社 Carmester 一客館 新世纪 诺雅方舟 纸牌屋 以及香港Pressecar 北京卡拉河 广州废材猫 冰城Apple Brothers 抖音PTCG冬冬鼠 赞助不出 快点要玩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 牌组解说 今天来玩这个拉霸机 火衣部VMAS 来一集的宝可梦 来它的攻击呢 非常的单调 丢掉你牌组上面的五张牌 如果有一颗能量 就打一百滴 五颗就是打五百滴 那在这一个卡片之前呢 其实有出过类似的 你们可以回去搜寻一下 芒果之前有拍过 火爆兽 一样是翻五张 那好像芒果那时候拍 好像打了四五百滴有吧 而且那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做一点点啦 这一套比较难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让它能够顺一点 打出这个高伤害呢 就是这门学问啦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V 我觉得应该用不太到啦 基本上不会用它 来第一招打二十 然后从牌组拿一颗火量 贴到它自己的身上 那第二招的话 打一百一百二 就用不太到啦 再来看到 当当当当当 这一个人应该很多人不知道 当然也很多人知道啦 这什么效果 各位知道吗 第一招 在你的回合 你使用第一招之后呢 你可以丢掉你手上的支援者 注意哦 丢掉你手上支援者 就可以使用它的效果 哎 各位 屌不屌 超级屌 为什么屌呢 因为你可以直接使用你手上的支援者 例如呢 来 小兰 跟焊接弓 那你这个使用之后呢 你可以怎么样 小兰拿你需要的东西 像你可能没有进化 你拿一张这个什么 我想一下哦 拿个薰箱 来做这个回补VMAX的进化 或者是你可能没有这个来看一下 你可能没有这个 啊 徽章 或是你想要焊接弓 那都可以 反正你使用了之后呢 就可以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啦 好吧 那你或者是使用焊接弓 直接丢掉焊接弓呢 从手上贴两个火能量 然后再抽三张牌 都可以 所以这张各位 它的好处就是 不会让对方3 3拿 你们懂什么意思吗 你可以让对方3113拿 或者是怎么样 呃 之类的啦 懂我意思吗 这是奖励卡的问题 所以你看 这一招太强了 所以一定要放它 没问题吧 好再来 能量回收放了两张 那这个的话 两张的话就是火能量啦 如果真的丢太多在墓地 你打到最后 你要靠它来这个回去能量 打一个爆发伤害的话 就有机会用到 反正一切都是运气啦 来薰香芒果放到三张 那仙气球放两张 以及雪道场放两张 这雪道场其实看你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说 假设 我支付牌本身就很劣势的情况下 应该说卡住的情况下 我希望对方也卡 不要那么顺 压个雪道场 有机会卡住对方一两回合 何乐不为呢 就放两张 来老大放两张 小蓝放四张 然后这个 焊接弓放四张 这其他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来你看 这个一级能量 为什么只放两张 因为你只要贴到一颗 那你伤害就有机会打到320 那你丢三颗 再加这个一级能量320 有机会贯穿对方的VMAS 所以只放两颗 不用放太多啦 捕捉能量一定要放到4 因为你只要贴到它身上的话 直接叫出一只火衣不出来 赚不赚 超赚 再来 这个特火的话呢 能贴就贴啦 贴不到就算了啦 因为很多伤害现在都是320 你如果把它加到340的话 也许你会撑过一回合 所以我觉得特火也是必须放的 再来 保护能量 放两张 那这个就是随缘啦 能贴到就贴吧 贴不到我也没办法 那你贴到的情况下 可能对到什么白马啦 水军啦 至少不会被秒杀啦 至少啦 是不是 再来 火能量15张 没问题吧 那这幅的话 就是非常简单的活衣部VMAS 那就是一个 打运气流的概念啦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看 芒果的运气到底好不好 好吧 先进一段广告 本影片由Portown合作播出 他们是最快速及专业的序号商店 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单后 序号会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 就是带门还有折扣咯 芒果建议 火衣部先后手都可以 那先手的话就直接养火衣部了 那后手的话可以用mini Q 好不好 我们用后手看看 mini Q 哎哟 这手牌 不错哦 看得懂吗各位 这手牌 其实还不错 龙卷云哦 好 我们打看看 来 我们打看看 YES 龙卷云 诶 他是不是有二支塔 二支塔 我的那个 一几能量也可以拿绿牌 好像不错 来 我表现给各位看 这部牌的精髓在哪里 注意看仔细的各位 龙卷云 好 天亮 捕捉 抓一张这个 OK 还有是吗 气球 OK 哇 等下揍我是不是 好 呃 哎呦 这手牌真的不错 各位 我想一下哦 这个 不错 先贴 我们先抓 抓什么东西 抓回忆部 好 确认一下 回忆部都没问题了 再来 这个其实可以先贴 没关系啦 然后小兰先开 来看一下 开什么东西呢 拿一张小兰再加一张焊接弓 有没有 然后第一招 直接使用 丢掉一张支援者 各位看仔细啦 丢支援者 两颗能量充给他 哦 完美 是不是 好你看 强不强 我就问你强不强 可以吧 各位 那这次前面就是送他了啦 等一下我们就是我们的 拉霸机时间了 各位 拉霸机时间 薰香进化土地云 不是 龙卷云 然后博士 冬冬鼠 哦好顺啊 哇 这个拉霸机对上 这个超顺龙卷云 怎么打 想看看 你们觉得 你们在 这边可以底下马上留言一下 看看到底会不会中 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杀爆他 他现在血量 320 所以我等一下 还是得贴那个啊 一级能量啊 对不对 我贴一级能量的话 才有机会 三颗能量杀掉他啦 不然危险 那这种时候 这个我感觉 这个是用不到了吧 我觉得 嘖 想一下哦 火能 我怕有焊接弓 哇 开什么都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先开小蓝 想一下哦 捕捉能量 好 丢捕捉 可以 来我这样伤害可以达到320 对不对 然后一个焊接弓 再加我想一下哦 看结弓再加小蓝 OK 好啦 我能压的先压一压了 天天有命哦各位 3张杀掉他 好不好 3张 1 2 3 有捏 哇 掌声鼓励各位 对不对 看一下 就ok了啦 就不用在其他東西隨意了 好不好 隨意了 他現在殺我不太可能啦 你看 這一級能量我剛剛講過了 是不是 不用放太多 兩張就夠 你貼到一張就夠了 貼到一張能秒就是運氣了 秒不到我也沒辦法 好 仙氣球看來要再做一隻戴魯比 他這隻龍捲魚出來危險喔 等一下 芒果又翻三張就爆了 墓地有三張 五張了 五 六七八 九十 十一 所以我現在還有十四張能量 十四張扣掉假設有一張在獎勵的話 十三張 三十分之十三的機會 有機會啦 我覺得機會蠻高的啊 等下焊接弓加小藍開開的話之類的 也許 會更高喔 然後回收能量回一回 好 我們打看看好不好 各位 打看看 因為我也沒把握啦 就打看看吧 好 黑魯加 哇 他這個扣一扣齁 芒果一級能量都不用貼了 沒能量了 我看一下喔 沒了 一張獎勵 要打嗎 不打 他打算要保住這一隻啊 那這種情況喔 我想一下喔 這種情況怎麼打 墓地三火 好吧 先這樣子吧 來 給他 一二 給了之後呢 進化 欸 什麼都有欸 好猛喔 這塊真的有點猛欸 各位 你不覺得嗎 來貼 壓 這個給你吧 好不好 然後回收 好囉 我這個應該是 超猛的啦 兩張就好 一 二 三 喔 各位 又三百二 怎麼打 這回一步不得了啊 各位 真的 等一下芒果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直接拿小藍齁 拿那個能量回收 好不好 我們拿能量回收 能量回收和仙蹟球之類的 把這個丟掉 然後拿一隻寶可夢出來 能夠壓牌就壓牌 好不好 用力壓 因為現在芒果已經不缺能量了 我就不缺了 沒有差了 現在就是看他怎麼做了 好不好 做出VMAX吧 和我硬碰硬 好 VMAX登場 麻利 算了 沒關係 一張小藍就好 一張小藍 沒有 恩 好啦 這些東西都用不到了 我們等一下壓個牌吧 壓一壓牌之後 之後來殺了 看一下喔 一百二 兩百四 兩百四 三百 他要再一張 一張 鬥 或是無 攻擊 那個 無色的攻擊能量 這有辦法殺掉我 沒有耶 好吧 那 看起來 去囉 除非芒果運氣不好 什麼都翻不到 我想一下喔 一己能量 我想一下喔 丟不到 我想一下喔 先壓牌吧 八 九 十 十 十五張喔 這應該贏了吧 十五張耶 你想想看喔 好啦 我就直接打了好不好 我想拼個那個能量回收耶 丟 不管 哇 果然沒有 壓 加 來 三張 一二 二 三 有 哎 每一下都三百起跳 然後這個翻到四張 四百二 你看我傷害多少 一千多 好啦 那活一步的話 哇 我覺得這樣組還行吧 那有興趣的玩看看吧 而且剛剛芒果還選後手 後手順起來都真的恐怖喔 那你先手的情況下齁 你只要就是手貼一顆 然後 下回合進化再加一顆能量再加這個裝備 或是焊接弓直接兩顆 都可以來做進攻 所以我覺得就你們自己 調整一下看看了 好啦 我想念住在非洲芒果 拉霸雞火一步好玩齁 吃吃看 下次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 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